今天我們大概也有跟一位的我們ACIP的專家討論了這三位的接種跟這個死亡的原因 那我們大概都一次說初步就是研判這個跟疫苗是無關 第一案是他在10月8號接種 那他是個男性70幾歲 那他其實在今年5月就確診這個肺癌的第三期 不過他都沒有治療 那10月8號接種 那所以在10月13號之後 10月13號這個就是死亡 那後來的死亡證明是開這個急性性被衰竭 那第二例是男性這個70幾歲 那他在10月7號接種 那17號開始覺得胸悶 後來這個收入住院之後 那就是他的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有心肌梗塞跟這個心包膜肌液 所以他最後的在21號死亡 那他診斷的心肌梗塞核併這個心包肌液 第三例是80幾歲的女性 過去病時就有高血壓跟腦動脈血管流 那10月7號接種疫苗 那在10月11號開始有出現這個叫患不醒的症狀 所以做了這個腦部的電腦斷層檢查之後 那發現是腦動脈血管流破裂 所以這三位就是後續 就是通報到我們這個所謂的不良事件的部分 今天我們大概也有跟一位的這個我們ACIP的專家 討論的這個這三位的就是說接種跟這個死亡的原因 那我們大概都一致說初步就是研判這個跟疫苗是無關